Fisheries 大家好,歡迎來到愛麗絲頻道 早前有觀眾留言,想說一下未能辨道街 舊的都可能有印象 愛麗絲曾說過澳門和賞仔路蘭有不少相同街 district 而非能辨道街都不例外 在正式讲非能变道街如何来之前 先讲一下澳门和汤仔路环 究竟有多少条相同的街道名 我上网找到一篇2020年的资料 就说在回归之前有34组相同的街道名 这34组相同的街道名 包括了葡文名和中文名 为什么澳门会出现了不同的街道 而又有相同的名字呢 因为以前澳门的街道是由两个市政机构去到名名 分别是澳门市和海岛市 他们各自都有这个名名街道的权力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了重复的情况 非能变道街分别在三盏灯和汤仔旧城区 即是现在走的这条 由刚才连接奥林匹克大马路的那个路口 一直去到益龙炮竹厂 之后就连接着私读宪政界 很多时候入旧城区都会必经 大家都知道澳门的街道名很难读 很多时候都是以一些总督的名字 或者是历史人物的名字来命名 而非能变道是一个什么的人呢 令到当年的澳门市和海岛市都用了他的名字来做街道名字 简单地说一下他是16世纪的葡萄牙旅行家 历史记载着他游历过的地方 所遇到的一些事都很特别 而他游历过的地方有非洲、东南亚、还有中国 当中又发生过什么事呢? 等待我吃完下午茶之后 影片的下半段我们走澳门的非能变道街再跟大家说 现在对面已经是亦龙炮竹厂 意味着 砖导这一段非能变道街也差不多完结 现在比起最初拍走街片的时候 就多了留意街名 走到某一条街都会先看一看路牌 有时一些很小很窄的街道地图上都未必会有显示到 而在这里亦都很特别 明明是同一条街突然间又会断开了 如果搭巴士来这一段的话 可以在刚才起连的巴士站下车 又或者在炮竹厂对面这个巴士站下车都可以 我已经回到刚才那段路 今次吃下午茶的地方就是这间黑蒙蒙的小屋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了 它这里最出名是吃过冰火葡萄 很多时经过这里也有很多人在等 今天幸运是平日所以比平时少一些人 店铺的设计好像一间小屋 进来的感觉觉得很有趣 尤其是天花用了透明玻璃 如果预遇下雨应该会觉得挺浪漫 还有这里有一些像坐在室外的感觉 里面都会有位置给客人坐 还有一个位置就是玩塔罗牌 这一个就是招牌的法式冰火葡萄 塔的本身就是脆脆的酥皮 塔面就是很脆的焦糖 为什么会是冰火呢 其实塔的中间是雪糕 最后还会加了一些金箔在上面 我们叫的食物都齐了 除了有三个冰火葡萄之外 还有两杯饮饮和一个雪糕 这一杯是里斯本樱桃酒香雪糕 味道是挺特别的都不错 而这一杯是魔法奶油啤酒 我们三个都觉得很好喝 这一杯就装饰得很漂亮了 叫做海之歌 用来打卡影上一楼 现在变得更加漂亮 趁里面的客人离开了 我就顺便进去拍一拍 真的好似一个家的感觉 如果来到有得选择的话 都是喜欢坐外面多些 准备吃这个冰火葡萄 如果喜欢吃里面的雪糕 是融融的感觉的话 建议大家上桌之后 等一会才好吃 由于我要拍照 就放得久了一点 所以一咬之后 雪糕就流出来了 幸好店铺也提供了手套 画面一转 我们来到了澳门的非能辨道街 这一边是连接住甲伯乐提督街 而另一边就是连接连圣马路 其实这一段的非能辨道街 间中都会和大家走一次 沿途我们会经过三盏灯圆形地 我们继续讲一下非能辨道这个人的故事 上半段讲到他是一个旅行家 在1537年开始 多年来都在非洲和亚洲经海路旅行 他曾经在埃塞俄比亚被人俘虜了 亦都曾经在摩卡被人卖为奴隶 当时是由葡萄牙帮他属身 他亦都曾经在中国海域经商的时候遇上海难 漂流到中国之后 竟然去了道墓 当然是被人发现 捉了他起长城当是惩罚 后来又遇上了达弹入侵 被人救走了 之后他又去了日本的种子岛 教日本人用火枪 还在当地支援圣坊制国沙物略的传教活动 在日本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去了缅甸和其他东南亚的地方 在缅甸时再度落难 后来逃离后就去到陈罗一段时间 到了1558年才回葡萄牙 还娶老婆 还买了个农庄来安享晚年 说到这里他的故事真是很丰富 这些资料都是在网上找到 虽然我没有去求证是否属实 但都可以当故事地听下 菲林变道他回欧洲之后 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为欧洲人介绍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实况 好了 我们过了打横这条菲利拉街之后 继续走到菲林变道街 这一段开始就会比较多人熟悉 有鱼汤粉、椰汁鸡面 又有出名的猪扒面 都在同一条街上 我们在前面过马路了 走过三盏灯圆形地 爱丽丝会去花婆买花 几蘸鱼 韩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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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